看过没练过 等于没看过 嗨同学们我是孟绝 成年人 有没有渠道去参加什么比赛 然后办运动员等级证书啊 没有 这个底层逻辑是什么呢 因为你们不是运动员 即使达到了那个水平 也办不了运动员等级证书 明白这意思吗 但是同学别慌 我有一计 你们想要办运动员证 无非就两个作用 第一 证明自己 有了那么多年 别人跑过来问 你现在游泳什么水平啊 拿不出来个什么东西 心里面空虚的很 第二个作用呢 就是有的同学 想要去从事游泳教练 如果有那个运动员的急证 我是二级 我是一级 比较好招生 有那个底气 我懂 我都懂 啊老师那怎么办呢 你去参加比赛 然后拍视频 我不管你叫谁拍 反正你全程拍下来 特别是你游玩 到了池边之后 一定要把这个镜头 甩到大屏幕上去 看一下你的成绩是多少 然后比完赛 会有比赛成绩测 收藏起来 如果你进了什么前三 或者前八什么的 有些比赛会发奖状 收藏起来 奖状上面 如果只有你的名次 没写成绩的话 你把成绩自己写上去 反正跟成绩测上面一样的就行了 又没做假是吧 OK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做完了 如果你这个比赛达到了二级运动员的那个等级水平 你就可以到处说 你那么多年游泳 你现在到底有什么水平啊 我是二级游泳运动员的水平 这里同学们注意一点 这句话的重点 在后面那三个字 后面 后面是哪三个字 二级运动员的水平 后面三个字 的水平 怎么样 同学们懂这个意思吗 你不是运动员 你就是你是不是吧 你不是 但是呢 这并不妨碍我是二级运动员的水平 别人说啊 何以见得啊 四平掏出来 甩他脸上 还可以把成绩测掏出来 我再甩他脸上 你还可以把讲转掏出来 我再甩他脸上 三连击 这样子还不足以证明你的水平吗 足以证明了 那对于想去当游泳教练的同学来说呢 你对外宣称你是二级的水平 这里会有一点点不合适的地方 如果你教的是那些小朋友系统性训练 要去往运动员方向的发展 然后出去带比赛的 自己没有经过系统性的训练 所以带他们呢 可能会欠缺一点经验 或者有的时候看见小朋友游的那个状态呀 他明明气喘吁吁了 但是我们看得出来他有没有经历 为什么呢 因为自己以前长期是这么个状态练下来的 但是你没有经过系统性训练 你可能就看不出来 就是说小朋友的状态 你主观带入不进去 因为你没这个经历 所以这方面可能会稍稍欠缺 但是去教成年人出学者 其实成年人你说有几个不是出学者的呢 对吧 诶 你就会非常有经验 为什么呢 你碰到一个不会游泳的人 你会回想到 哎呀 两三年前我也不会游 我一路是这么走过来的 而我们这种从小就练游泳的运动员 碰到一个不会游泳的人 回想我们小时候不会游泳的时候 想不起来了 我跟你讲 不会游泳是个什么意思 所以是我们有点主观带入不进去 成年人出学者的一些感受 当然我除外 因为这么多年在网络上疯狂的教学相长 很多人祝我成长 非常非常感谢你们 老徐你在吗 你听到了吗 但是同学们要注意一点 一定要拿比赛的成绩出来说 别人跑过来问你 你是什么水平 我是二级水平 那何以见得呢 上次 上周二 我在训练一个人帮我掐表掐的 有视频吗 没有 那个人呢 找不到了 我随便找的人 一点硬斑斑的证据没有 这个话你就不要说 即使你真的游得到 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那OK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